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 诶 框框怎么加 外框 你们怎么加的 曲型 然后咧 再来咧 对呀 填满是不是五 五填满 然后笔画 有颜色的 粗呢 粗细在上面 这个笔画选项 然后粗细的直 这样OK吗 所以看你们要什么样的形状 自己可以去变化它 自己去变化它 可是我 我刚才没有给它颜色 矩形下给颜色还来得及 因为它是矩形 所以你快点两下后 你可以给颜色 然后这边可以自己下你想要的颜色 确定后 那这个字怎么办 这个字已经是合并成涂层了 如果我要颜色怎么办 对 用什么覆盖 等一下这个字没有上去 等一下有矩形的颜色 这个没有上去 两个有颜色对不对 来 覆盖这里 呃 宽两下之后 是不是可以到涂层样式 然后我们用什么 颜色覆盖 就记得 这里就可以改颜色了 所以我们要想方法 如果你做的时候 当然不可能重做 所以用这种方式去微调一下下 然后 值的部分 我觉得框框太大了 认小一点点 好 一词类推 好 所以目前为止 这样没有问题 那这两个 这整个按章做完之后 你要把它们两个图层再合并起来 好 为什么变成一个矩形就好 因为呢 来 小超来这儿 这里 外框做出来就可以了 外框 那就不用管了 我本来是用选取方式 也可以去做外框 这个意思是指说 用选取的方式去设边界 然后呢 我也可以去用 着色的方式 把选取去着成红色 意思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到这里了 这里 呃 第四个步骤 接下来要怎么样 让这一个图案 是有我刚才那种 不同的那种印章的感觉 他用的是两个 一个是素描的边缘撕裂 跟模糊的高丝模糊效果 用这两个功能做出来的 然后呢 再来最后最后去调它的颜色 所以用色阶 用色阶红色跟白色之间的颜色去调整 好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滤镜素描的部分 好 滤镜在这里 滤镜这里有很多种滤镜嘛 好 所以我们要去找 滤镜收藏馆里面的 好 这里边缘撕裂 也可以进来找 它这边有一个边缘撕裂有没有 那我当初设定的数值在旁边这里 我有给你们这里 10 15 22 你不想要老实的 你可以用自己的感觉去抓 10 15 22 这样 好 就是你去设一些效果 效果的感觉 现在还没有很明显 还没有很明显 所以如果 这也太不明显了吧 所以如果你觉得不是很好看 你可以自己调 这个比较明显一点 看到没 边缘的部分比较明显一点 就可以自己去做效果 因为还没有完 好 还没有完 来 再来 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滤镜的模糊里面的高丝模糊 所以假设你这个边缘撕裂 做完了之后 来 确定 然后呢 上面这里的滤镜 模糊的高丝模糊这边进来 就可以再去让它调整一下 就是它有点霧霧的 刚刚那个滤镜的问题 上一部应该是有坏掉 上一部没有做好 因为那个红色已不见了 这样OK吗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到上面的这一个色阶去调 可是现在应该有坏掉了 因为我觉得不太对 色阶 我看一下 色阶 然后去调它的颜色的 明亮度 好 整个三个动作是这样 我研究一下第一个 我觉得它第一个是坏的 好 来 不好意思喔 数值怪怪的 不太可能会长这样 你们偷偷看